欢迎观看《真观点》 我是真飞 距离20号还有6天 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难以预测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川普总统仍然在做着什么 最近川普总统解密了美国印太战略框架 这份机密文件比预期提早了30年面向公众 为什么川普总统会这么早的来解密这个文件呢 这个文件在过去3年是怎样 指导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部署的 这个解密文件可以说 不仅在过去指导着美国的布局 对于未来的世界格局 也会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今天我们的节目会讲到你们喜欢的秋哦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 开始之前还是照样提醒您订阅真观点 我们最近的订阅长得如蜗牛扒 请大家多多支持转发分享 谢谢你们 川普总统为什么提前30年 解密这一份十余页的文件 借用白宫安全顾问Robert O'Brien的话说 是向美国人 盟友 合作伙伴 传达美国对于重要的印太地区的一个长久的承诺 这个承诺是什么呢 文件里说中共是印太地区的第一威胁 其次是朝鲜 美国全政府协调保护印太的自由和开放 维护各国的主权稳定和繁荣 美国要确保这一个愿景 并且在未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 能够继续激励人心 对于川普政府来说 这一份解密文件展现的是 川普过去四年的政绩 一系列的战略方针 致力保护的是印太地区的稳定 印太国家的主权 对盟友来说 这是一种肯定和支持的力量 也是一面有明确指向性的旗帜 铭记中共是印太地区的首要威胁 对于下一届美国政府来说 这是一个警钟 扮演好世界警察的角色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一份文件会把中共作为 比朝鲜更加严重的威胁呢 美国是怎样在过去的三年中 一步一步的在幕后和中共打着 多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份文件里 写的其中一个方面 美国和中共的科技战 文件里说 中共正在试图称霸尖端科技市场 其中包括人工智能和生物基因技术 如果中共得到这些技术 他们不仅会利用这些技术 为自己的独裁政权服务 更会对整个自由世界造成严重的威胁 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 科技方面肯定是美国最强啊 为什么中共还能够威胁美国 甚至是全世界呢 目前学者把人工智能分成三个等级 最低的一级叫做弱人工智能 这种人工智能只能够在执行 某一项特定的工作或任务时 达到像人一样甚至超过人的智能水平 但是劣势就只能专精一件事情 不能够进行多项tasks 比如前几年非常有名的 赢下世界围棋比赛的AlphaGo 他就属于弱人工智能 只会下围棋 对于其他任何的工作他就做不了了 第二等级的叫做通用人工智能 这就是我们一般想到的人工智能了 赋予机器生命 让这些机器能够像人一样思考 和人一样做多项任务 比如说洗衣服 做饭 写稿子 给你们做节目 但有没有看过机械公敌电影呢 里面的机器人桑尼就是一种通用机器人 在电影世界里面 智能的人形机器人已经融入到了人类的生活中 虽然机器人很智能 但是他们并不会思考 只是在完成人类给予的任务 但是桑尼和其他的机器人不一样 他有其他机器人没有的独立的思考能力 他有情感 而且还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去做出选择 所以换句话来说 第二等通用的人工智能 除了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之外 其他的一切和人没有太大的区别 第三等就是最高等的人工智能了 叫做超级人工智能 重人工智能的智慧超过人类 就像一个在人间生活的全知全能的神 听起来不太可能 而且很多朋友也觉得 这么高级的人工智能 至少要等几十年后才可能实现吧 但是一位人工智能专家 塞瑞斯曾经就分析过了 造出一个超级人工智能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其中一种创造方法就是提取人类全部的生物识别系统 包括人的面部识别、语音识别、家庭数据、地理位置 DNA等等一系列的数据 甚至通过不同的算法分析出人类的思维方式 比如通过一个人的语言了解他的说话方式 通过看一个人的短信了解他的文字表达方式 通过了解一个人看的视频和新闻 了解他的喜好、政治偏向、信仰等等 就连一个人打字的方式、按键盘的速度 喜欢单手还是双手用手机来打字 都能够分析一个人的性格特点 更加危险的是这些信息全部都可以数据化 如果所有的这些数据集中在一起 人工智能就可以通过算法来处理这些数据 从而能够分析甚至是预测各种人类面临的环境 形成超级人工智能 我们之前有一些节目讲蜻蜓计划当中提过 像谷歌这类大科技公司贵供的主要原因 就是希望得到中共的大数据 我们想一下在西方的民主国家 一个公司可能能够收集到某一方面的数据 比如像YouTube就可以收集有关人们对视频偏好喜好的数据 那苹果就能够收集人的面部识别与因识别的数据 Facebook有人们朋友聊天和短信的数据 但是这些数据是各自为家不可能被整合在一起的 不过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就不一样了 政府以声令下就能够把所有的数据全部集中在一起 这样一来一个人全方位的数据 是不是就能够都被收集起来了 如果中共用一台超级电脑分析一亿中国人的全方位数据 那这台电脑制造出来的人工智能 会比那些没那么多数据制造出来的人工智能强大得多吧 所以可想而知 如果中共得到了人工智能的尖端技术 再加上无量的数据 那不就是万事俱备了吗 但是他们拿到的可能只是中国的数据 威胁的可能是中国人 那为什么对世界的威胁一样巨大呢 想一想华为的5G设备 想一想一带一路 这些不就是外国人的数据了吗 这就是美国在这几年坚持推动进网行动 对华为中芯等很多中资科技公司接连的打击的目的 超级人工智能需要两个关键 一个是尖端的算法技术 另外一个是无量的大数据 在技术方面 美国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抓中共的间谍 在数据方面 用禁网保护人们的隐私 防止中共拿到更多西方国家的数据 说到这里 为什么美国把中共列为首要威胁 美国是怎样在科技站上暗暗的与中共较量的 聪明的你们可能都已经懂了 这只是这一份解密文件当中的小小一部分而已 更多的战略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 而这些政策我们要记得 是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实现的 川普总统是第一位改变对中绥靖政策的总统 话说打蛇要打七寸 打中要害 这使解密这样的文件 对于世界的提醒意味非常浓厚 川普总统今天借主白宫的YouTube账号发了一段演讲 先是再次谴责发生在华盛顿的暴力 然后呼吁自己的支持者 不要参与未来几天的抗议活动 说暴力的人不是他的支持者 也不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支持者 结尾的时候 川普再次提到了言论审查的问题 但是感觉上说的很谨慎 没有点任何科技公司的名字 今天众议院通过了对川普总统的第二次弹劾 但是参议院不会在19号之前复会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佩洛西的阴招一样是没戏 在过去的4年里 川普总统的政绩是无与伦比的 他不但一直在证明自己言而有信 他这么多的政绩更是在一个持续的 和艰难的环境下实现的 就像昨天他去德州视察边境墙 建墙这个事也不容易呢 16年川普总统竞选时说过一句话 我们要建一堵墙 而墨西哥人会为此而买单 这句话让他一下成为重视之地 说他种族歧视攻击墨西哥人等等 但实际上几年前甚至于十几年前 民主党的大佬们一样说过类似的话 只不过没用墙这个词 用的是栅栏这个词 至于民主党为什么在建墙这件事情上变脸比翻书还快 周年主播Tucker Carlson曾经说过 因为民主党想让非法移民成为他们的票仓 往年有一个数据 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大多数都会投票给民主党 而美国境内大约有2200万的非法移民 如果这些非法移民全都变成公民 那民主党可能不会再输掉任何一场选举 所以民主党首先想要更多的非法移民进入到美国 再就是帮他们成为美国公民 我们现在再看看左派的政纲 是不是一步一步在实现这个目标 在川普上任的4年 他要建墙这事儿 可以说是受到了民主党排三倒海的阻力 18年底 国会无法在建墙的拨款上和川普总统达成协议 导致美国政府停摆了35天 成为美国史上时间最长的政府停摆 最后还是在19年初 川普和民主党是最终达成协议 签署了拨款法案 政府得以恢复正常运转 虽然川普始终都没有在国会拿到他希望拿到的钱 但是就在达成协议的第4天 川普突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然后从给国防数权的拨款中拿了一部分钱 用于建墙 从这时开始川普政府的建墙工程才正式启动 有意思的是 就在过往的推文中也多次提到过建墙 还暗示川普建墙的计划其实早就安排好了 18年中 国会因为建墙拨款而停摆的半年之前 邱就发了一条非常隐晦的帖子 始终启动 红城堡 绿城堡 当时没人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红城堡 绿城堡 什么东西啊 始终启动 难道是什么行动要开始了吗 之后在一些QNAN的搜索之下 发现了这个帖子的端倪 把线索联系到了美国陆军兵工部队 这个美国陆军兵工部队 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工程建筑和建筑管理机构之一 为美国提供重要的公共和军事工程服务 而这个陆军兵工部队的标志就是一个红色的城堡 而部队的总部所在地 就是印第安纳州的绿城堡市 有意思吧 所以就在暗示 早在川普和国会的矛盾前好几个月 这个兵工部队就已经秘密计划在美国的边境建墙了 不过要知道建造任何的建筑 前期的计划和测量可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也是花时间最多的 只要有图纸 那建造起来就更加简单 而川普作为建造了这么多大厦的企业家 肯定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川普很可能早早的就已经开始计划 并且安排建墙工作了 那段时间川普一直在和国会谈判 邱发了一条推文 说你觉得19财年 世上最大的军事支出法案 不会间接包括建墙的资金吗? 学习宪法 总统在面对国家安全事宜的时候 有哪些既定权利? 从一开始就计划和预测 这将是边境墙资金的解决方案 果然 川普团队一开始就是这么计划的 预料到国会不会同意 早就把建墙需要的资金给算好了 而且还放在了国防授权法案里 和国会的谈判只是川普的备用方案而已 佐证这个事实的还有一张照片 在川普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从军队拿钱建墙的当天 川普的社交媒体总监发了一个推文 是美国陆军兵工部队的总司令 在跟总统做简报 还配了一张建墙图纸的照片 试想一下 如果陆军兵工部队 没有做任何前期准备工作 这位总司令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来跟总统做简报吗? 所以很有可能部队早就接到了通知 也知道了建墙一定会实现 所以早早就开始了建墙准备工作 不得不说站在青天往回看 我们都看得出来 川普总统的确是因为非常有智慧 有谋略的总统 而对于眼下大家都很期待的事情 相信等到那一天 我们站在未来看现在 一样能够得出这个结论 好啦 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真观点 记得给我点赞和订阅哦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第一时间观看新的影片 对了 今天我们的英文频道也会有发新的视频 欢迎大家去捧场 我的嗓子都哑了 我是真飞 我们很快又再会啦